中皇第一個階段 我那邊是一個 一進來會有一個洞穴感的 WAVE的鞋櫃 視覺上是不是覺得家裡又變大了 對啊 只開一部分的門 我們也沒有全部打掉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突然頻道 我是狼 突然在張靜 哈囉 我們現在來到了我們家 來看一下我們現在的施工進度 那這是門嘛 我們一進來 當初那個鏡子的那個櫃子 我們已經拆掉 改成我們自己的儲藏間了 現在已經做一個框跟一個形出來了 所以你看 欸嘿我進來了 欸嘿我又出來了 基本上是門打開這樣拿東西吧 拿完再把他關起來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這邊會有個 全關桌 鏡子也會有 然後裡面的隔間跟外面門還沒做 接下來是我們的鞋櫃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兩邊不對稱 就是這邊 這邊感覺切齊的 是因為我們要做一個 弧形的面 所以這邊要保留那個空間給他做 可是你看另一邊 另一邊就收了 因為我們這邊是要做一個 不對稱式的鞋櫃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小圓弧 那邊是一個 一進來會有一個洞穴感的 Wave的鞋櫃 讚喔 這邊是我後來想說 就是如果都做那一種的話 其實有點吃空間啦 我們這邊會放蠻多東西的 所以就把它切齊了 對 然後這一邊大家看到這個 電視牆的位置 開始有一條一條的木條 那是因為我們的線路有沒有 就是要接一堆線出來啊 對啊 那就是為了美觀 以及不要讓寵物去咬那個線 所以我們最後都會做一個 就是隔板 最後把線全部藏在這些框裡面 然後直接投出來 就不會看到線就會很漂亮 對 我們上面還有投影機的 投影幕 對 這是投影幕的盒子 到時候 然後 下去 很開心 然後再來 將將 視覺上是不是覺得家裡又變大了 對啊 只開一部分的門 我們也沒有全部打掉 然後這個門 像框 拉出來了 窗簾盒都訂好了 到時候窗簾要來 丈量 再安裝 換我出場了 這裡就是我最愛的書房 做那種折門 這樣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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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然後那時候設計師其實有叫我們 選說你要四片門還六片門 我們最後是選六片門 因為六片門的話 你收納起來其實比較小 然後其實喜歡六片門的感覺 不要問我為什麼 這就是很喜歡 像那種韓劇裡面的感覺 可以這樣雙開 我們避燈位置也已經選定了 會有兩個避燈這樣子 不一樣啊 兩顆燈 然後製造出書房 兩個小區域的感覺 到時候給大家看 我們就知道 我們的B燈長什麼樣子 超復古 其實這一間沒有做什麼耶 就是原本的門也拆掉 之後會放一個老門在這裡 這也是也幫我們把管線都改好了 接下來就等這些門給裝上去 這樣就非常有感囉 窗簾盒的設立真的非常的少 但是因為我們想要做電動窗簾 電動窗簾是需要插頭的 然後又要藏線 綜合考量之下 我們就決定說好啦 全部做窗簾盒 左右兩邊現在就有插頭 然後裡面夠深 可以藏我們的百頁窗這樣子 其實做這些木工我覺得 就是你都要切齊才會很漂亮 你看它現在是切齊這個樑 這樣到時候就很有一個整體性 因為其實所有房子買來之前 你就會這樣子一個樑啊 一個柱啊 然後樑柱又高低不平啊 然後這裡塊那裡一塊的 就很需要靠木工去把這些東西切齊 就會完整性很高 所以你看那兩個空間的 其實已經切成一條線了 就從你那個角度看過來 就很漂亮對不對 非常整齊 大哥掰掰 我們大哥很害羞 特地告訴我說 我不要入鏡啊 連講話都不願意講 對 這個就是跟他說個掰掰這樣子 好 帶我們去拿 喔喔這裡這裡這裡 果然跟著他走會走錯 這裡會就是我們的大餐櫃這樣子 電器櫃 對蠻大一個收納區 在看木工他把東西都切齊 我覺得你來來來 攝影機 麻煩拍一下這個空間 有拍了 很明顯 很明顯 你就是會有一種那種 好像上面有個游泳池還是什麼樣 屁啊游泳池 你要在哪裡游泳來 來來來來來我來來告訴我 哪裡游泳 就是很像一個池子啊 跟大家講 你看上面就是有這種很機靈的 梁啊柱啊 然後又有天花板有沒有 方的那個板子 所以這樣把它拉起之後 視覺上就會是整齊的 就不會有那種 動一塊西一塊的感覺 現在把東西全部切緊 然後該藏的東西藏起來 整個就是差很多 老門 老門在你後面 老門在你後面 他整個要被修理了 來 9 就是娛樂四孔之後也是小孩房 反正這裡就是 其實我們都沒變什麼 燈弄好了 然後到時候鋪地板 基本上就是天地壁完成 這間就這樣 這間跟剛剛那間一樣 就是基本上就是天地壁 然後窗聯合 就這樣沒了 非常單純 再來主屋 喔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廁所 大家看我們的廁所已經開始動工了 就是其實它就是清水膜工程這樣子 然後我們要做的就是不打磚 完全就是鋪一層清水膜上去 然後把它磨平 要施工這個的時候 其實他要先把所有的就是 馬桶啊 馬桶啊什麼全部拿掉 全部拿走 對對對 而且它這個是好幾天的工程 因為它鋪完之後要等它乾 然後還要第二次第三次 才有辦法完成 所以就是先帶大家來看 他們今天第一次的工程 第一次的工已經做了 所以我們都不能進去 然後我們的主臥是 做最多的就是 我們會做一個衣櫃 然後所有的插頭 我們都會調整過 把它放到一個 我們會用的高度上面去 衣櫃大概我們放在這裡 因為但現在現在東西很多 所以這個會比較後面做 然後主臥的窗簾盒 也是有對齊 這邊會再做延伸 我們這邊會延伸過去 把它那邊拉起 會看起來一致性比較高 我們這到時候還會有一個 漂亮的吊燈 對氣氛吧 好好好 很棒 還有一個很貴的吊燈 啊哦 你把它講出來很貴這件事情了 因為 這樣我就是一個 很不喜歡花錢買燈的人 但是我後來還是買這個吊燈 是因為 我覺得它真的非常漂亮 然後我找不到 合適的替代品 所以我最後決定 牙一咬 就跟我老婆苦苦哀求 我也沒有苦 因為我老婆本來就很喜歡買燈 所以她就會給過 然後但是我就會放在這裡 就在餐桌餐廳這邊 就有一個很漂亮W型的燈 它可以這樣移動的 哦那個燈我還沒說 它是進口燈 德國百年的燈飾公司 然後我們第一次碰到那個燈飾 就覺得天啊 這個蜜雪也太美了吧 做得也太漂亮了吧 工藝非常非常好 質感非常非常好 到時候裝上去大家就看到囉 這邊就是我們的裝潢 第一個階段 跟大家一起導覽 然後我們其實也很興奮啊 那這個工程其實也都還沒完成 可以看到有些就是有個雛形仔 那當然如果未來有更進一步的進展 也會在拍片跟大家分享 那這中間也會有一些其他選品 一些比較主視覺的東西的選品 影片其實也會再拍給大家看 然後這就是我們第一階段的裝潢 進度報告這樣 那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兔寶書掰掰 我現在在挑選浴室清水膜的顏色 你一定想說水泥色就水泥色 但其實也分了這三種顏色 我特地走到窗邊就是想感受一下 白燈下以及自然光下面的顏色 然後我已經決定好了 好上中下上中下 好三二一一起說 好三二一下 好三二一下 太好了毫無懸念 而且我覺得妳說來創邊看是對的 因為我覺得來創邊看顏色不一樣 就要完全感受到不一樣 在鏡頭裡的顏色也是不一樣的 木工的桌子上面 他們有打一個大白光 然後原本這三塊樣本放在那裡 我就說我想拿過來看 我老婆來說白光看最準啊 我說對可是我們廁所不會用白光 然後我也想看廁所沒開燈的時候的自然光 會是什麼顏色 所以我就來到這個角落看了 太好了我們有共識呢 選擇一樣 好開心喔